我們真的有超速 那我們也認了 我們就繳掉 我們認了我們違規 可是今天重點是 我們沒違規 連結車駕駛越講越生氣 原來不少同業都遇上 行經國道一號陽梅路段 南下68公里處 被測速照相拍到認定 違規超速 吞下罰單 當然他們不滿的是 明明車內行車記錄器 就顯示沒超速 一個月收一張 那一年十二個月 我每個月收一張 我不用玩了 我直接駕照被扣半年 我們的車友有兩台 已經被扣牌了 現場秀出罰單 去年十月二十一日 被拍下車速高達一百一十六公里 超速二十六公里 不只計違規兩點 還被重罰四千五百元 但周先生搬出車內的記錄器 顯示車速都在八十到一百公里之內 與測速照相機拍到的落差極大 而且這不是單一個案 多達四十名的大型車駕駛 都遇上同樣的狀況 問題罰單高達兩百件 就怕一直被記點 最後連身材工具也弄丟 但是多次提出稱訴卻都沒有下文 當初檔案規則你們訂的 大餅的規格也是你們訂的 但是他們現在舉證 自己說真的沒有違規 但是交通部卻撇得一乾二淨 然後我覺得最過分的是 你們叫他去打行政訴訟 所以說他們認為他們舉發是沒有問題的 交通部要求用裝飾的設備 業者提出來的證據資料 只要是合法合格的東西 交通部我們沒有不裁信的理由 送給法院有法院公正的第三者 做一個這個裁決 超速事件駕駛和警政署各有立場 交通部則說有爭議可以打行政訴訟 但到底是測速器失靈 還是駕駛真的有違規 如今也成了羅生門 靜新聞 邱翔俊的張居然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